今天是拿這個塞進去 下面的 它超級好笑 真的很嗨耶 好可愛喔 前陣子有一個比較符合新聞 對 就是在咖啡廳裡面的浣熊受到有虐待 虐待事件 對 然後這件事情的後續 後來的發展就是現在這個浣熊 目前是給動物園解剖的 對 所以我們今天是來看看這些浣熊 現在做的什麼 是做人什麼業 好 我們歡迎可愛動物園的區域長 歡迎彭博士 歡迎 各位大家好 大家好 對 那這邊想要問一下博士 就是我們知道 哎呀 這個很可憐啊 萬熊在咖啡廳 他當初受到了一些很不正當的飼養方式 那他現在來的動物園 想要問他現在過了什麼樣悠哉的生活 他發生了什麼這個過程 應該是說絕道部分的民眾 或者是一些店家飼養動物 有他們自己的一些自以為是的想法 然後可能他就是說 譬如說他飼養動物是為了要牟利啊 那我相信他們一開始對動物都還是有一些愛心 可是他們可能飼養動物的方式 並不是很真的理解 例如說跟像玩熊 其實它是屬於夜行型的動物 它是夜行型對不對 但是你看這個動物它 他們養在這個餐廳 可能都是排兵牙跟遊客運動 然後他們可能餵動物吃的食物也不是很恰當 然後所以說一到動物園之後 首先他們在食物上就有很大的改變 原則上我們動物園都有很好的營養室 去做這些食物的調配 所以你可能知不知道 玩熊為什麼會犧牲 實際上根據我們去年的研究會發現說 其實玩熊之所以會發現這種食物的行為 是因為他們在圈養的狀況之下 因為他們對於這個環境的刺激不太夠 所以他們會把這個食物拿來玩水 這樣玩一玩再吃進去 真的是小林可 我們再次感謝我們博士 謝謝 我們馬上進到動物廚房 就是因為他們平常生活就是固定的空間 然後如果我們每次餵食 就只是把食物放在裡面 那他就底下就吃完 很無聊 對 他就很久沒有事情可以做 所以我們會把食物藏起來 就是放在比較讓他難 哦 讓他尋寶 然後晚一下 我們早上通常都是給一些比較熟菜 跟狗飼料 狗飼料 對 就讓他們就是吃的比較健康 哦 然後狗飼料的話 是因為就是他們也需要均衡的營養 那狗飼料可以提供威料的元素 那要什麼賽 欸你不要進去就不要再貴我們去 我要開貨這樣 所以是拿這個賽進去 對 牠很吵 很吵 真的很拍耶 好可愛 那我們歡迎 許一元 今天我們主要是訪問的就是 跟我們晚雄來到這邊啦 可不可以跟我們分享牠的一些心路歷史 還有想要呼籲給大家的這個 呃今天真的是最近最火紅的意思就是 呃那四隻碗熊到底最大的 啊其實本來是有五隻碗熊 但是有一隻被虐待祭司 但是呢我還是要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說那個咖啡館的老闆 他們其實養了非常非常多的動物 然後他用這個動物然後吸引了很多的消費者去消費 那結果後才發現說有人舉報有他在虐待動物 然後我們針對這個行為我們先罰牠四萬五 除此之外不是只有這樣 不要你會虐待動物就沒事 你虐待牠 牠如果只是受傷輕刪了 嗯 輕傷的話 嗯 其實只有罰錢 嗯 那怎麼樣呢才會有刑事責任呢 就是你要虐待牠到一個 氣管不見 或者是清掉了 嗯 這樣子才有可能有刑事責任 如果不過人的話只有行證罰 也就是說只有 罰太刑罰而已 非常清楚 所以這個法令的部分我們要繼續努力 其實這樣的野生動物真的不適合適 所以呢我們還是要讓牠到處去 像這樣到處跑步道 對 到處走這樣子 對 那所以後來我們就跟動保處討論了 結果就是我們把牠送來動物園 然後讓動物園給牠安置一個很很安全的家 所以今天的重點是什麼 再說一遍 來 野生動物不適合飼養 耶 來 咕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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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我覺得非常開心可以來到動物園看玩笑 但是為大家 這個野生動物比較隨意 對 飼養的也比較欺養 然後因為今天是比較特殊的個案 但是不是代表說 喔我今天欺養動物園就會接狂 不是喔 嗯 聖合的欺養或是覺得 但都是會有形狀的 就是動物的生活你我有資 對 對對對 好但是謝謝大家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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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